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母 你的骄傲的爱人和孩子 他们都没有义务让你快乐 家庭的温暖 妈 我现在可以让你一天花60块钱去揉肚子 大胆地去揉 不用给我打电话 我说这不叫会发钱 漂泊的苦楚 我出去拍戏挣钱 其实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更好的生活 我的生活呢 选择的无奈 一边是我的妹妹 一边是我的男朋友 但是她没办法 她只能舍掉她的男朋友 爱情带来的甜 所有的安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把我重盖了 我爱你 我要和你一起安居乐业 齐海璐做客天下女人 讲述现实生活的苦辣酸甜 心中有温暖 小人物也有明媚的春天 欢迎收看天下女人 请跟现场的观众打一个招呼 欢迎大家 大家好 你说来就来吧 还这么客气 还带树花 虽然我知道 我们仨里合是送谁啊 其实都不是送给我们仨的 她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然后我们嘉宾是谁呢 先通过一段大屏幕的视频 来了解一下她 2011年是秦海璐 在大营幕上的收获年 在获得第48届金马奖 最佳影片提名的五部影片中 有三部作品与她有关 刚的秦为她赢得最佳女主角提名 造富洋六百里 为她夺得最佳原创剧本奖 而陶姐则温暖了我们一个春天 秦海璐将关注和情感 给予了在城市中漂泊挣扎的小人物 她们也许生活落魄 处境艰难 却用或幽默或苦中作乐的态度 固守着属于自己的人生尊严 一个用心去理解现实生活的女演员 一个头顶影后桂冠 却把自己归为小人物的女演员 欢迎再次来到《天下女人》 刘逝哥 欢迎来到我们来播客 大家好 你瞧我们这边花的 你瞧到那是素的 其实我特别想花一下 但是我吧 你想怎么花一下 我特别想从心里到外表都花一下 我想先从我们最近在内地上演的 陶姐这部戏来说吧 现在特别火 特别火 然后你最初接到这个剧本 接到这邀约的时候什么反应 兴奋啊 我以为她让我演陶姐 你别说她真行 你看《大吃包》里头 也是演一个有跨度的一个 不是 但是那个话剧 跟这个电影还不一样 我开始她说找我演陶姐 然后后来我就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邮件 就是那个什么 剧本 剧本 我就看了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然后我就想这个话剧舞台 让她有塑造的这个功能 她可以夸张一点 对 但是你电影 我说我觉得我演不了 后来我就给我听人打电话 我给我听人打电话 我说我这个演不了啊陶姐 她说你把那邮件看完 她说不让你演陶姐 说演陶姐 养老院里边那个蔡姑娘 是那个养老院的那个主任 好吧 然后我再往下看 其实我才看到说 我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一个 对 后来我就想想说 其实那个戏吧 我自己觉得看剧本 也是有一搭无一搭 其实找我演我就有点浪费 我真觉得大才小用 对 我后来后来 我一跟导演去探讨这个事情 导演就说 因为这个人很重要 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不能很突出 因为陶姐和刘德华 在这个环境里都可以很突出 因为他们是外来人 你本身在这个环境里的人 一定要很像这里边的事 就是这里的人 他需要出现的时候可以出现 你不出现的时候 你又不觉得说他不存在 但其实他在这个环境里 需要有一个特别强的 克制力的演员 能够压制自己不演戏的演员 就是说这个戏其实难演在 不是说他能演得有多好 而是在于说 他能不演到什么程度 说实话这其实是最高境界 无招胜有招 对不对 陶姐是一部 让人直面孤独的电影 影片讲述了一个名叫 陶姐的帮佣 在照顾了一个家庭的四代人之后 独自在老人院路过的最后时光 年老孤独的残酷现实中 不乏人性的温暖慰藉 秦海禄在片中饰演老人院中 负责照顾老人的蔡姑娘 善良平和的常态之一 一个隔间 一个隔间 但是其实它上面是通的 所以那个味道大家都可以闻得到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在那站了两个多小时 我哪儿都没碰 我克制自己 不要向任何一个地方倾斜 很依靠 而且很局促是吧 对对对 地方特别小 特别小 那你怎么去理解那蔡姑娘 在那个环境中 她已经非常自如了 我开始 我一直有心理障碍 我不能够接受 但是我们在那里拍了十几天之后 我到差不多第四五天的时候 我发现我特别能融合那个环境 到了之后我就把包往那一扔 然后就找地做 然后就开始该干嘛干嘛 然后有的时候会帮他们开一下老人 会过去帮他们服务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生活在那个地方了 确实是那个地方的人了 一进去的时候已经闻不到异味了 就好像其实每个人家里边 其实都是有自己家独特的味道 但是自己永远闻不到自己家里的味道 没错 但是有生人来的时候 一进到这个家 他第一接受的就是这个气味 就是这个家的味道 但是我后来到那里面去的时候 我已经不记得了 就是没有那种差异感 然后让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拍完那个戏之后 第二天我们转去拍外景的时候 又路过那家老人院 你知道吗 他们那些老人院 有两个老人 就扒在门口站在那 就好像特别期盼说 今天怎么没来啊 这些人 因为你们还能给他们带点动静 带点新鲜感 那车从那个玻璃门前过的时候 那老人就看着那个车 说怎么过去了 当时你心就碎了 特别难受 突然你就觉得说他们需要 一点点的 关注 对 就是你能出现在那个地方 其实你刚才就像刚才电影里头说的 那个老人感觉到的是那种孤独 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是 那种感觉跟我们传达的时候 也是特别深刻的那种孤独感 特深感 对的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的确不想自己是 会怎么样离开这世界真的 真的不想 对 不想的 但是你到老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雪安华他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他说过他很怕 所以他拍这个电影 他拍完之后他觉得他不怕 他觉得因为有那些人跟他一起会老去 我们看完怕了 怎么解决呀 放心 这是唯一一个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拍完这个戏之后 我就是跟他正好相反 因为原来我不了解这个东西 我没有关注到 因为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已经关注到老年 所以他很害怕 其实我原来没有引起过重视这一点 对我爸妈他们 我也没有特别地去想去说 要了解他们的那个世界和环境 但是我拍完那戏之后 我就突然很害怕 我觉得是说我突然了解到 其实那种孤独和那种寂寞 是你没有办法去抗衡的 也没有办法去帮他们缓解的 你比如说我爸妈 他们没有住进老人院 他们跟我住在一起 可是他们从他们年轻生活的地方 离开 跟着我奔波到了北京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有多孤独啊 就两个人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然后可能会拌拌嘴 还觉得有点响声 我开始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每天都在吵架 为买个菜心不新鲜 也要掰扯老半天 但是我现在我就明白说 其实他们这种掰扯 已经不是说 不是为了这件事 而是为了能多说几句话 对 而且他增加 有什么新鲜话都提了 其实蛮可怜的 然后就你就 我拍那个戏之后回来 我对我爸妈特别好 我觉得我不再是说 为他们买什么东西 取悦他们 说让他们高兴 说妈 我今儿去香港 给你们买了什么东西 我今儿去意大利 怎么怎么样 不了 我现在就变成说 妈 咱下礼拜去趟海南吧 要不然就是说 我陪你们去看个演出吧 就我尽量地能够去陪他 他能出现在他们身边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太好了 我觉得对我们都挺有启发的 是 那你自己呢 拍完这个戏之后 我相信你也有了一番 特别不一样的经历 也直面地感受到了 这种孤独的 这种不可抗力 那你以后要怎么面对 你即将总有一天会来临的 这份孤独呢 怎么办呢 谢谢 谢谢 有天哪 必须逼我们想这问题 我现在基本上每一天 都当最后一天过 就是你一定要高高兴兴的 千万不要 因为我原来就是有一段时期 我曾经一年四季不找家 就在剧组里 我特别想为了 能够让自己过好日子 然后我拼命地去赚钱 就是我的车里边 有11个旅行箱 一年四季的东西全在里面 回来就整理这11个箱子 我一年四季都在外边 后来我回家卸行李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我出去拍戏挣钱 其实是为了能够让自己 更好的生活 我的生活呢 就是 不是 我们老觉得 年轻时候挣够了钱 老的时候可以生活 但是其实你丢掉了 当下最值得的一个东西 最值得去过活和纪念的东西 因为我妈16岁跟我说什么 我妈16岁的时候跟我说 说孩子你要明白 说你这一辈子 无论是你的兄弟姐妹 还是你的父母 你的将来的爱人和孩子 他们都没有义务让你快乐 我的天哪 好悲惨 16岁是挺不容易的 让你快乐的只有你自己 好 原来你在16岁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真谛来着 就是到我26了我才懂 就是你一直在说 你跟你妈妈说那个16岁的时候 说的那么多道理 但是我觉得我 好像爱妈妈是应该的 但是意识到爱 不是说是一开始就能明白的 所以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是吧 对的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你爱你妈妈 我一直很爱她 我一直很爱她 清楚的事情就是我以前唱戏嘛 唱戏我第一次演出 挣钱的时候 我给人跑龙套去 然后挣了一场50块钱 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95 94年 挺富的 94年演一场50块钱 我那时候一个月魂费才80 我第一次挣的那50块钱 我就给了我妈了 我说妈 这是我孝敬你的 我能挣钱养家了 好骄傲 真棒 对 我那个时候就是给我 我现在挣钱也给我妈 我除了每个月 给他们几千块钱 正常的这种开销 我基本我每年 都给他们很多钱 有钱 你真有钱 你顿时让我们觉得 不是 我觉得她想 终于跟她妈证明 就是说你的快乐 我还是可以有所贡献的 对对对 是吧 你不是只有你自己 我妈那时候跟我说过 我觉得我妈特可怜 我妈特别胖 然后她消化不好 大连东北那边流行搓枣嘛 就是搓枣是有按摩 她突然给她揉肚子 后来有一天 她就给我打电话了 因为我已经能挣钱 给他们很多钱 然后我妈有一天 就给我打电话 就说 说妈现在学会花钱了 我当时我就惊了 我就想说 她把我给她的钱全花了 是要跟我要钱吗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怎么会花钱了 她说 我现在每天都去搓枣 我每天搓枣 我把那个搓完枣之后 我让他们给我揉肚子 我每天都得花六块钱揉肚子 我说 妈 我现在可以让你一天六十块 花六十块钱去揉肚子 大胆地去揉 没事 一天六块钱 妈 我说不用给我打电话 我说这不叫会花钱 对 你看妈说这话的时候 心里多高兴啊 特别的开心 有这么的女儿特报 对的 但是她觉得说她犯错误了 每天都这六块钱 都奢侈是吧 对 就干一个有的没的 一个人给她揉肚子 要花六块钱 对 我觉得其实哄父母高兴 是一门学问 对 咱们都需要在这个学问里 不断地精进 研究 提高 分享经验 但是每个人离开家的理由 和回去家的理由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去用距离来衡量 就这行 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 在这个行业里边 从来没有被饿死的人 天房四林 你们都给我听好咯 我大翅膀 遭恶人陷害 但我绝不会下大狱 人家金马奖 女主角提名 女配角提名之外 人家哪以编剧的金马奖 有女演员有过这样的殊荣吗 我不知道啊 太谦虚了 你知道这儿也坐着 一个女演员吗 你别这么刺激 生之尊呢 真是 没有没有 但是你要想 有人能做到 你也有可能 我觉得可以 我相信会后来惹居上的 心若在梦就在 你先谢我 咱们先来看一看 对对 看一下我们秦海露 那个拿的金马奖编剧的电影 电影《到复阳六百里》 讲述了一个 关于回家的故事 秦海露饰演的女主角曹丽 身世多船 背井离乡 在上海与人一起 窝居在一个不到两平的阁楼里 春节来临 为了赚钱 曹丽组织在上海 做终点工的富洋阿姨们 做一辆几乎废弃的旧巴式 回家过年 在外边还是不如守着老公孩子 每个漂泊在外的人 为什么离开家 又是否能回到家 当然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到复阳六百里》 虽然是反映了一些复阳的这个 就是安徽的这些打工的人 回家的一个故事 当然我觉得它特别契合 就是今天的中国 是亿万人都在经历的一个过程 就是离开家和回到家 无论你是打工的 是求学的 去结婚的 或者是包括出国的也是 就是我们都在被离开家 然后其实回家的那个过程 也不光是回到那个家 有那个气味的那个物理上的家 其实我们都在找一种归属 但是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归属的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能够 对这个故事产生共鸣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说 因为我从小离家 所以可能我自己又很想构置成 另外自己的那个家 所以我对家就是有特别的一个感情 或者是想说的东西 那我觉得是说当时导演说 虽然是讲一些安徽抚养的阿姨 在上海打工 说春节回家过年的这个东西 但是之前我有跟导演讲说 我说其实这个家跟每个人 都来自于家庭 但是每个人跟家庭都有自己的距离 所以为什么说就到抚养六百里 就是说从上海到抚养有六百里 但是每个人离开家的理由 和回去家的理由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用距离来衡量 回家的心情也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个电影里面就有讲说 他回这个家说 有人回去了之后就不再回来 因为离家很辛苦 有些人离了家之后就回不去 是骨灰盒绷回去的 那有些人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有家的时候我不想回 但是当我想回家的时候 家已经不在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回去了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你离家的时候 家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那你若干年后想回家的时候 家已经不是你当时想象和离开 时候的那样 这个家它没有办法用距离来衡量 它只有这个新的距离 其实跟实际的距离是无关的 不知道你写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怎么找的那种语言的感觉 那年轻的那个就是 它就是属于说 我曾经想过说我自己来 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它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它认知到说 其实我想的跟我做的是不一样的 我不能离开那个家 因为它有孩子了 它有它自己的老公 它其实它会觉得说 我离开家不行 因为我的家人 可能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选择了回去 就不再回来 那这个其实是我能 我跟我姐姐的一段感情的 一个原本 真的啊 你跟姐姐有过类似的 这样一个对话吗 没有 其实我姐姐其实 我姐姐 我从香港出道出来之后 等于说我姐姐帮我做经纪人 那段时间两年过后 没有人帮我 我就叫她出来帮我 帮我之后 我姐姐帮了我三年 三年 她出来的时候 跟她男朋友就是是很好的 后来到了两年 快两年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经常晚上的时候 会在自己房间里哭 就跟我姐夫打电话就会 已经因为两地的关系 等于是会有一些问题和矛盾存在 后来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回去吧 我说你如果要想结婚的话 你就回去吧 后来我姐姐就带着我 去很多家经纪公司 就想把我安置好 那其实这一段经历 就是我就觉得是说 她跟她的男朋友 其实你生命中所 不能分割的那一部分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用 把他们分离开的 就是她觉得我 一边是我的妹妹 一边是我的男朋友 但是她没办法 她只能舍掉她的男朋友 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不希望她舍掉她自己的家庭 所以她也觉得说 那个对她来讲更重要 就回去 那可能那个年轻的那个故事 其实她选择回去 也就是我姐姐当时选择回去的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可能 她还是你对生活有感知 你才能写出那样的一个东西 会不一样 我们俩之前正好是一次 就是说上海的一个话剧的颁奖礼 见过擦肩而过 我们去演当年演的话剧 她们是正好是上一年演的话剧 她是作为最佳女主角去领的奖 一戏剧大赏 是一个两岸三地的 一个戏剧界的一个 对的 算是聚会吧 自己给自己 客气 您太客气 两岸三地的 这关键大家得猜猜 秦海璐演的是哪角色 《四世同堂》 反正我第一次听说她演大尺包 我说可能这外形也不像呀 您觉得我的气场还像吗 再云造一会儿 我就能感受得到了 但是她的两部戏 其实最早是《红白玫瑰》吧 对 就很棒 当时很棒的时候觉得 可能海璐的气质比较合适 完了以后觉得她演起来的话 可能轻车熟路 但是大尺包的时候就完完全全 人家有这活 有这能力 真的 说了这么多 既想看她的那个红白玫瑰 又想看她的大尺包 能不能现场跟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女人其实差别特别大 一个是那样的红玫瑰 就是心头的一抹 朱砂痣 一个是大尺包 就是俗光四射 这俩我都看过 我属于一包眼福的 给我们观众来两句经典台词吧 经典台词 大尺包 大尺包就来那走了那个 一定要趴那衣服一甩 我走了 不送那个那太棒了 红白玫瑰我想啊 可能就是 我王娇蕊 年纪很轻 已经拥有很多东西 可这些是不算数的 我就像是个糊里糊涂的小孩 一朵一朵的摘下许多玫瑰花 然后把它扎成一把顺手一丢 可是震宝 你这一朵我是无法丢掉的 我所有的未来 所有的安全 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把我重盖了 我爱你 我要和你一起安居乐业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某一地基于这的 这男人听到了这个都受不了了 就完全就败到了 我们三个女人都感觉后脊脑就凉了 然后鸡皮疙瘩就彻底抖一滴 真的 来大尺包吧 来大尺包 我期待大尺包 对的 大尺包我特怕把话筒给撑破了 没事 我们那个音讲师他们都那个承受力比较强 小羊圈的老少爷们儿 街坊四邻 你们都给我听好喽 我大尺包遭恶人陷害 但我绝不会下大狱 因为我是日本人的丈母娘 哎呦 我的妈呀 太特别好 你不知道全场啊 这一幕戏的时候全场都站在那个台上 就看她一个人给大家告别 明明是个反派 她演的完全是女一号 羡慕的时候也是完全的女一号的气场下去的 你在整个塑造的过程中 你又没有觉得不适应 或者有没有觉得痛苦的这种阶段 我觉得其实演员作画剧 最可贵的一段时间 最宝贵的时间 是排练的过程 因为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否定在否定的过程 演戏说你的一个设计 或者是说你的一句台词 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 或者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其实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的 但是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它们都不能提供你这样的一个条件 只有话剧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是这个排练场里边 等于是我可以这样演 也可以那样演 那等于是说我演十个出来 你去挑 你去实验 然后包括说到演出的时候 说我今天可以这样演 观众什么反应 对的 明天我那样演 观众什么反应 就它是一个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特别需要演员有脑子 就是你得去想 你不能说我今天演为了高兴 而今天这挺好 然后说我明天说我那样演 说这也挺好 就是说这个你只是好 就是你不去往深了想就没有用 对于你来讲这个戏就没有意义 这个形式表演形式 对于你来讲就没有意义 所以看得出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对 虽然其实演化剧 咱们再说的俗点吧 其实也挣不来什么钱 但是其实对于演员来说 这就是一个特过瘾的事 我在想 我觉得看你怎么活 其实演化剧也饿不死 真的 就这行其实真正就是说最 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从来没有被饿死的人 对 饿死的都是心瘫的 对 饿死的是他那个心境 对 天哪 怎么那么有哲学思想 可以了 可以有哲响 想得更好的 可以去演化剧了 可以去演化剧了 其实我觉得演员做到一定的地位 大家想去回归演化剧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 那么化剧可能对一个演员来说是心里的家 他也在那个地方释放了最有成就感 但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大家对于电影的共识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拍一些更多的电影能为大家所认识 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东西 但是好像在选电影方面 你也特别格 也特别不一样 独到 你不去挑那什么 大票 人家承诺你说这片子能卖到多少钱 这片子投资有多大的制作 对 但是你从来不这样 你还会去搭钱拍一些 已经提前预知可能票房不会太好的一些文艺范的小电影 其实你刚的琴就是一个特好的例子是吗 我吧 对 其实我拍戏是这样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挺性情重的 挺不讲规矩的一个人 就不按这个圈里人道上这个 正常出牌的顺序 不按套路的 没有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是说 我自己活得挺真实的 我高兴就高兴 我不高兴就全在脸上 所以我希望我的电影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能够让我接的电影 其实都是已经在剧本的时候能够打动我 我觉得很真实 那既然说你已经心灵上已经被打动了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就一定想把它表达出来 当然中途出现问题 说你没有办法让你表达不了了 那你得多别扭啊 你想这吃到一半 你吃饭吃好吃 正吃到一半说不让你吃了 你这多难受啊 我觉得哪个导演要抓住你这弱点 太可利用了 来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钢的琴》那些精彩片段 电影《钢的琴》用一种难得的喜剧方式 讲述了残酷现实中小人物的尊严与意志 离婚就是离婚 下岗工人陈桂林 为了与离异的妻子争夺女儿抚养权 同时满足女儿的音乐爱好 决定亲手为女儿做一架钢琴 她将同样失去工作的昔日好友们聚集起来 最终用钢铁打造出一架钢的琴 这个听上去天方夜谭 又令人心酸的现实题材作品 却以一个暖色调的喜剧来呈现 影片中 琴海璐扮演的舒贤 默默支持着陈桂林的 为女儿造一架钢琴的梦想 还有谁能见钱呢 你们都一样 太现实 我多现实啊 你去偷钱我给你把分 你去买钱我给你垫钱 我现在可以娶你了 琴海璐将角色的奔放 善良 充满生命力的个性 表现得痛快连离 现实再艰难 生活也要继续下去 你怎么就独具会演的 发现了他呢 演小嘛 能聚光嘛 聚光 这个导演其实是我大学同学 对 然后他比我高一级 他当时弄了这个剧本呢 找我来演的时候呢 本身也是贷款 当时是另外一个男演员 后来呢那个男演员没来 后来就换了这个签员 后来签员之后呢 这贷款就没下来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就来拍了 后来就发现这片酬 他老不给你 后来就问他是怎么样 然后后来就说 这贷款没下来怎么怎么样 那后来我也觉得说 没太所谓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有点拍不下去了 因为 你怎么会发现拍不下去 因为你等于租的灯光到期了 人家要拉走你知道吗 说为什么说没给钱 后来就说 我说怎么会没给钱呢 他们就说 说没钱了 拍不下去了 我说那这样吧 我说那咱把它拍完吧 说你差多少 我说那个我这有 等于是我先拿钱给你拍 我说我的能力 就是能把这片子拍完 拍得挺好的片子 别拍到一半可惜了了 就这样的 也是我出钱把它拍完的 你说一个演员 对 自己的片酬还没收到呢 还搭钱去拍一部电影 别人的电影也不敢这么拍 就因为我们自己好这个 就是咱这么拍行不行 管它呢 管它呢 反正都没钱了 对 让我第二天来参加一个 我不知道片名是什么的 就是一个影片 而且我作为出品人 就是我出了钱了 我都不知道我这电影叫什么 你不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刚才你说这样的一个电影 然后拍到一半 如果不拍下去的话 就会非常可惜 你觉得这个电影里面 有什么特质 让你觉得 特别喜欢 能打动你 展现出来给大家 其实刚的琴 我们拍了一群人这样为一个孩子 来做一个钢琴 表面上讲的是一个父爱的东西 但是其实它拍到的是工人阶级 落寞之后仍有的一种 所谓的乐观的生活状态 以至于说他们在做这个琴的时候 他们那一种钢铁般的抑制 仍然在现在有所保留 这是一个它的精髓 就这群人的精髓所在 关键这个电影还有一个让我觉得 让我看了特别感动的地方 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在就回来做这个钢琴的时候 我们不是觉得他们有多惨 什么小偷 卖猪肉的 各种什么二溜子 葱拉酱的 他们展现是他们有尊严的一面 而且非常幽默 我喜欢你的电影的这一点 我希望是说 其实我觉得再悲惨的人 他也未必知道 他自己生活在苦大仇深里面 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乐趣 不是说当他陷于景峻的时候 他就永远都不会笑了 或者是说他就甘于怎么样 就算是他甘于落入这种窘境的时候 其实不羁的那种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很幽默 很诽谐 甚至是很黑色的东西 其实就像生活跟他开了一玩笑 对 他也必须要开个玩笑 他也必须得 对 我迎合着你的玩笑 我继续过活我的生活 人其实真正 我觉得真正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 对 我觉得你出了那么多钱 就拍这部电影 他们起码应该把这个钢琴 给你拉回家去当纪念 被创业拉走了 真的 真的吗 被创业拉到电影博物馆里边去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么一部门一片 最后能够收回成本 而且获得这么好的口碑 还是挺让人欣慰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其实我们陈明渝当时的那个过程 你比如说刚才大家看到的说 一帮人坐在一个推车上 然后说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 就这样 别人的电影也不敢这么拍 就因为我们自己好这个 就是咱这么拍行不行 管他呢 管他呢 反正都没钱了 反正都没钱了 对 反正都没钱了 拍了再说 就你知道这种乐趣 当你在拍的时候 说胶片在转的时候 特别嗨 就去了 你多兴奋 就自己满足于自己的那种乐趣 特壮烈的感觉 对 所以他们其实拍的过程 也跟人家那个 他们做情的那个感觉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人作乐的意思 对 要是你要别人做商业片的话 就会说这时候得有多少观众得走 得有多少人观众得哭 得有多少人得笑 三分钟怎么样 五分钟怎么样 说这块得怎么样 太难了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别人去讲故事 就商业片 要讲一个大家爱看的故事 所以越讲越不好看 对 所以文艺片 他们就是讲一个我自己想讲的故事 所以我自己先把自己搞嗨了再说 就是这个过程 其实文艺片就是安慰自己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 说你后来生气了 就是因为他们要把这名字改了 是吧 做宣传的需要 本来挺文艺的事 没有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等于是卖发行了 等于摆断换了一个就是出品方 多了一个出品方 然后当时其实他们是好意了 就是说我要发行的时候 希望能够更多的人 能够能够关注到这个电影 至少在电影院的时候 说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 会选择一个他们比较熟悉的 我知道他们是好意 然后我就说可以改 我开始的时候说行 我让他们改吧 去想想 结果他们回来的时候 那个片名是《疯狂的钢琴》 和《完美钢琴》 《非常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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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跟这个 我这要讲这个钢铁工人 这个钢铁般的意志 和这个打造出来这个钢的琴 没关系啊 这事儿 而且还特别像就是 俗了 对 就是特别一步一趋的 好像跟别人学 好像想沾别人光的那意思 对 而且你知道 其实我真正发脾气在哪呢 就是他们到我头天晚上 第二天就要去参加这活动了 他们不敢告诉我 他们都不告诉我 说改的名字是什么 知道姐们要生气了 知道我可能不太同意这事儿 所以他们不告诉我 一直是瞒着我 所以我知道这事儿之后 我就马了 对 其实就撞了 我就说 现在表现一下撞的 我当时我就在微博 如果明天你们是这俩 我说我当时我掉头我就走 我说没话可说 我说我丢不起这人 我说我一直是一个 说挺真诚的一个事儿 我希望出来的作品 也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东西 但是你们选择一个商业的 这种方式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们到现在都欺骗我 不告诉我这个片名是什么 让我第二天来参加一个 我不知道片名是什么的 一个影片 而且我作为出品人 就是我出了钱了 我都不知道我这电影叫什么 你们觉得合适吗 这是 不合适 每次看你的戏 我都觉得你就是戏里面 那个小人物 其实你我他谁 不会是小人物呢 在面对一种逼着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都会无奈 都会无所适从 但是你所带领的 你所饰演的那样一批小人物 他在无奈之中 他还特别有一些力量和张力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人 其实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而且那种对追求 对美好追求的那种向往 也是生命力非常强的 我觉得每个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小人物 看你跟谁比了 对吧 所以但是我们每个人 都有他自己存在的快乐和悲伤 那就是说明你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生活当中 就是因为有无数个人坐在这 才会构织成无数个 交织在一起的一些故事情节 才会有社会 我觉得人都有缺点 有缺点有优点 你把它平摊开来 不要只眼优点不眼缺点 也不要只眼缺点不眼优点 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 就是你能立体地去呈现一个角色 这就成功了一半 对 它不是一个道德上简单的去评价 或者是判断 它你能够把这种活生生的 让别人都能够非常信服的 能够看到一个人 特别希望说每个演员 都可以像你说的那样 去关注于每个小人物 去演生活中每个人 你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很多戏 其实家庭伦理戏 就是家长里短 那不都是小人物吗 你说谁能够真的说 坐到多高的位置或者是怎么样 今次虽然是天下路 第二次来到天下女人做客 但是我觉得每次来 她都给我们带来一种 特别清新的气息 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这种清新 是吧 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被周围的环境推着走 然后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 我就会想 你看人家可以那样活着 所以我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 活着自己 活着自己活着好 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天下女人 我们预祝海陆 有新的作品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祝每一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